讲到神地 再看下面第七 第七个问题 大落地 四大千年佛教神地 为何隆天护法 没让香火一年比一年顶盛 而是落到今天如此现象 更为何没有庇佑大陆地区的同胞脱离贫穷落后 此点是否显示佛陀喜欢贫穷落后 排斥科学文明发达 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 可是佛陀绝不是喜欢贫穷落后 也不至于排斥科学文明 这个现象 我们要从长远看 不要看着一个段落 看一个段落 往往我们会产生很大的误会 我们要看释迦牟尼佛整个的发运 佛陀的发运有一万两千年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不但是末法时期佛法有心有衰 陈波浪心点 就是正法相法了 也有心衰 心衰的原因是什么呢 决定不是佛法 心衰原因在人而不是在法 法运是很长的 人的运不长 如果你要是懂得这个看相算命的一些道理 命下里面下 一个人五年一转运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有最好运的五年 也有最衰运的五年 那在哪个五年 个个人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有一条 dig啊 если我静 rép 我决定 看看 以后 向我决定 可以决定 决定